准备主日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 同心来献上敬拜之前 也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先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 求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力 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 仍然能够靠着主的恩典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继续奔跑 跟随主的道路 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 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 动纳奇闻的善功 引导我们每一位进入主的话语当中 进入主的真理的里面 谢谢主 祷告感恩 交托仰望 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各位同工们 各位族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次的新冠状肺炎真是来势汹汹 它的影响 它的阴影正在全球不断的蔓延开来 从最初的这个中国那边开始到韩国 日本 然后整个亚洲 以至于到后来的欧洲 到现在的美国 中南美洲 几乎没有一个地区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到目前为止 最新的数字大概是全球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994万 死亡的人数也达到了50万 单单单我们所居住的美国这个地方 这个死亡的人数 这个确诊的人数也来到了250万 而死亡的人数也来到了12万5千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时刻 我们来打开圣经的时候 圣经也曾经多次记载有关瘟疫的一些描述 首先我提到就是在民数记第16章那个地方的记载 那里讲到可拉 大滩 亚比兰一党的人 他们反抗其余幸存的人就散播谣言 重伤毁谤摩西和亚伦 瘟疫就出现 经过你们提到摩西跟亚伦呢 当场就趴在地上 在民数记第16章 多次的就记载摩西 年同亚伦一起伏伏在地 因为他们知道人的为所欲为 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他们在趴在地上 以最贴近尘土的谦卑来祈求神 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不过圣经让我们看见 那个瘟疫仍然继续在那里蔓延开来 摩西就赶紧告诉亚伦 快去拿着祭司专用的香炉加上香 为百姓赎罪 这个亚伦呢 很快速地回应摩西的指令 纵使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死亡 但是亚伦仍然勇敢地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 拿着香炉圣上香 这个香炉圣香呢 就代表着祷告 诗篇141篇那里就写到 愿我的祷告如香成烈在你面前 在亚伦之前 曾经有他承担祭司职份的两个儿子 拿着香炉圣香 也有以色列立位人可拉一党人 总共250位拿着香炉圣上香 站在神的面前 但是呢 这些人拿拿炉圣香 毫无功效 亚伦拿香炉圣香 却得了神的回应 瘟疫就止住了 这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个两者他们的献祭 并不是出于圣洁 更不是出于怜悯人爱人的心肠 亚伦却不一样 亚伦曾经在金牛犊事件的当中呢 推卸自己身为领袖的责任 但是在今年累月的操练和学习当中 这个亚伦就开始跟摩西一样 拥有了真正牧者的心肠 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祭司 怜悯罪人为他们祷告 因为这场瘟疫的发生呢 来自一群反对摩西跟亚伦领导的 以色列百姓 他们就采取重伤毁谤的方式 让谣言圣骁成上 嫉妒跟仇恨呢 让瘟疫就蔓延开来 摩西跟亚伦啊 其实大可坐在一旁啊 在那里赞美神为他们兄弟两个人 伸张正义 处罚恶人 但是摩西跟亚伦呢 没有这样做 他们为这些人感到焦急 摩西非但一点都不拖拖拉拉 反而叫亚伦呢 动作快一点 赶紧拿着香炉剩香 来到惠中那里 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幅图画 这两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们几乎是卖了老命 用最快的速度 想要阻止这场瘟疫 会继续的蔓延下去 他们急着抢救这些前面一刻 仍然在攻击他们的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 当得罪神的这群以色列百姓啊 摩西却吩咐大祭司亚伦呢 要代替他们赎罪 他们两个人不单单是原谅那些 伤害他们的人 而且还站在神的面前 求神饶恕他们一命 于是亚伦就带着香炉圣上香 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圣经 特别强调亚伦所站的位置 其实按照我们今天 这个医学常识来看 亚伦可以站在远远的远处 或者是一个通风安全的高处 为这群人祷告 但是亚伦呢 他却选择进入会众当中 站在最危险的位置 他的身体是站在公益审判 跟慈悲怜悯的交叉处 以及生命跟死亡的一个交界点 在那个地方献上自己的生命 成为一座向炉 洋溢出那个爱的香气来 这样的生命味道 神闻到了 神喜悦这样的祷告 就让瘟疫止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难道这个亚伦不怕吗 他应该不是不怕 但是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那里说 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 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就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 身陷险境一样 亚伦选择奋不顾身的去抢救这些人 亚伦所站的位置 亚伦的角色 亚伦的举动 都预表了耶稣基督 这是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第一次在民宿记十六章 那里所描写的瘟疫 然后第二次在民宿记的二十五章 第八节 那里就讲到 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实行 不遵行神的律法 跟外邦女子行淫 拜假神巴黎 这个瘟疫就再次的发作 死了两万四千人 非哈尼奋起 用这个枪刺死了公开 苟和行淫的男女 瘟疫就止息了 耶和华并试下了平安的约 然后圣经的第三次记载瘟疫是在 沙漠记下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那个地方起因是因为大卫他愚昧自大 他不把神放在眼里 为了荣耀他自己呢 一意孤行去赎点百姓 就招来了三日瘟疫 死了七万人 后来大卫悔改 足坛献祭 瘟疫才止住了 我们简单的从以色列百姓三次陷入瘟疫 到灾祸止息这样一个经历 我们看到的几点这个属灵的这个见解 第一个就是要我们要像亚伦一样 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第二个要向非哈尼自洁谨守 把罪除掉 第三个就是要向大卫足坛献祭 修复与神的关系 在历代字下七章十四节那里说 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念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青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已经应许 凡是属乎他的百姓 属乎他的子民 若是肯自卑祷告 寻求他的念 转离自己的恶行 他必从天上垂青 赦免罪恶 医治治地 感谢赞美主 今天当我们来思想 今天当我们来思想 面对这个疫情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我们过去 在主里面所接受的一些教导 一些学习 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 当我们来面对这样一个 这个瘟疫的蔓延 这样的一个困境 这样一个逆境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来面对的 首先在我们的教导和学习的里面 我们应当要思考一下 这是不是神的一个提醒 当这样的一个瘟疫 这样一个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当首先思想 我人生的重心是不是摆错的地方 是不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疫情 这样一个苦难 提醒我们来做一些调整呢 好比说跟亚伯拉罕一同离开家乡 到迦南地的罗德 他就曾经受到神的管教 他过不惯他叔叔亚伯拉罕的帐篷客旅的生活 他也轻看他叔叔亚伯拉罕以祭坛为中心 这样的一个敬拜生活 这个罗德完全把眼目放在金身上 结果罗德就住进罪恶之城所多 神管教他就借着四王五王的战争当中 把他的一切都掳去了 幸好亚伯拉罕靠着神所示的恩典和能力 把罗德还有一切所有的都救回 但是这样的一个苦难 这样的一个困境呢 并没有带给罗德人生方向的调整 结果神以天火来毁灭罪恶的所多玛城的时候 罗德的妻子因为贪厌罪恶 回头一望就变成了炎柱 他的两个受罪恶腐蚀的儿女呢 竟然爆发出轮流跟父亲乱伦的惨剧 路易斯说得很好 当我们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 神是在用微声细语向我们说话 当我们需要劝戒的时候呢 我们的神用良心向我们说话 而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这是代表我们的神高声的向我们呼唤 这个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一个传声筒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疫情这样的一个逆境呢 我们应该反省 我们是不是犯罪得罪的神 好比圣经里面的大卫 因为贪色犯了摩期害夫之罪 刀剑因此就追随他的家 他的老大暗嫩 强奸老三压沙龙的妹妹 压沙龙见父亲完全没有惩罚暗嫩 于是就设计杀害暗嫩 甚至想夺走父亲的王位 路易斯说的对 这个苦境 这个苦难呢 是把真理的旗帜 插在一个背叛心灵的堡垒中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 让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洗净 来赦免 来遮盖我们以前的罪悟 同时当这样一个苦难逆境 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该留意 不要以为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逆境都跟罪有关 于是呢 我们就给那些受苦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定下了莫须有的罪名 而忘了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 这个苦难和逆境 不全是犯罪的缘故 有人是因为因义而受逼迫的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像 被卖到埃及 囚禁在监牢里的约瑟 他哪里会想到 他的苦难 他的逆境 是全智全能全爱的神 他所精心所安排的 好为雅各家族 后来的饥荒 预备救恩呢 我们在困难 在疫情当中 我们不但要思考 是不是神的提醒 反省是不是我们得罪的神 我们也不要任意的 定别人的罪 这个有些时候 我们看了是比较 比较内向 比较 比较 消极一方面的 一些心态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还要积极的 来学习 耶稣的榜样 如果不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 他甘心乐意的 为了我们的缘故 亲自走上 被挂在木头上的一个枯竹 让神的公义和慈爱 能够同时的彰显出来 今天我们哪里能够 借着主耶稣的身体 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得连续门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呢 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遇见苦难 这样的一个疫情 应当痛定失痛之后呢 不要再单单的 再一直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 引到我们 更要紧的是 我们要学习 耶稣的榜样 把受苦的心智 当作兵器 并且在主的面前问说 主啊 你要我在其中 学些什么呢 你要我在其中 学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 带来的影响 不仅仅是生命安全的 一个威胁 更是经济和我们人 生活全面的一个冲击 在这次疫情之前 我们大概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有任何一样东西 可以让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生活 改变得如此之大 甚至我们看见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 经济系统都大乱 许多平时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工作 我们上学学习 我们来到教会聚会 但是这一切在生命安全的考虑下呢 这个时候这些都退位下来 跟人基本的生存比较起来呢 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是吃药 甚至是可以舍弃的 这次的疫情不但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 和不容易掌握 也看到我们人对死亡的一个恐惧 以至于这个死亡对全球造成这么大的冲击 这么大的影响 主因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不住 我们对这个死亡随时可以临到 我们无法掌握 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恐惧 因为没有人每天能够处在死亡的阴影和恐惧当中 而活得很自在 活得很健康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 这个疫情如果再不停止呢 接下来要担心的 不只是全球经济的一个萧条 可能很多人都会罹患这个忧郁症 或者是焦虑性的疾病等等 无论对死亡的恐惧 很多人还担心一旦染了病呢 染了这个病 新冠状肺炎呢 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带来长久性的一个伤害 因为这个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 造成了每一个人的收入下降 甚至面与他所经营的产业 这个瘟疫呢 反而越来越烧 在这些负向的指标之下 我们还能够有很稳定的心情 让我们的情绪 不受到外面对不受到外面这个疫情的发展 不受到外面这个疫情的发展 而得灵的 这样说的 然而神的红恩远超过亚当的过犯 若用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要死 那么神的恩典 也就通过耶稣基督一人所示的恩典 岂不要更丰富的临到众人吗 如果用一人的过犯 死亡就借着那人做了亡 那么接受神红恩 又得到他所示之意的人 岂不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亡吗 亚当犯罪 让人类被圈在这个罪中 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 让死做亡 但是感谢主 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超越这一切 所以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是平安的福音 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亡 因此当这个瘟疫在那里蔓延的时候 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把平安带给人 使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能够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 借由祷告积极做出的一个行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今天我们要把这平安的福音带给我们周遭的人 在这个疫情这样严峻的时刻 我们要传着平安的福音 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平安跟希腊文的这个和睦或者是和平 是同一个字都是有着和谐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和睦又常常被我们说被我们称作是和好 有些时候还是表示安全平静自由的意义 平安或者和睦这样的一个神学思想 神学概念贯穿了整本圣经 神是一位热爱和平 却使人和睦的神 天堂是个和平的地方 圣灵是和平的灵 圣灵的果子就是和平 在圣经里面平安和睦 被描绘出一个完美的救恩 人跟神 人跟自己 人跟人 人跟大自然的和睦 这四个层面 神与人的和睦 也就是说我们与神和好来做一个主导 与神和好 在希腊文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 人向神彻底改变 从而带来罪的一个圣灵 并且得以做神的儿女 只有当我们从主而来的爱跟智慧 才能够化解人跟人一切的纷争 重新建立和平的关系 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 神的话这样说 借着他 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都与自己和好了 是今天事业上 没有任何人喜欢受苦 但是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受苦 根据我们刚刚所描述的 我们无法逃避这次疫情 所带来给我们种种的灾害 也无法躲避别人加给我们的伤害 更能消除这个疫情环境 所引起我们里面的内心的骄傲 煎熬 以及所形成的不平安的感觉 不平安的感觉 也是感谢主 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们的主在受死前 应许我们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第一句话 也是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同工们 今天世界上很多很多人 在疫情之下 没有办法得到平安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出了问题 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恶人必不得平安 这是以赛尔书五十七章二十一节的话 恶人必不得平安 这是就是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 没有平安给恶人们 因为平安是属于我们的神的 我们的神不能够让恶人 去浪费他的平安 所以我们的主就把平安给限制起来 不给这些恶人 那么我们接着要问 谁是恶人呢 凡是得不到平安的 都是恶人 那么可能我们还会再说 如果我信了耶稣以后 但是在我里面不得平安 那我也是恶人吗 亲爱的同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圣经里面恶人 并不一定是指着还没有信主的人 还没有信 就是说其实以赛尔书五十七章二十一节那里 你研究上下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恶人 就是指那些远离神的人说的 远离神的 可拉刚刚提到可拉大滩亚比兰 他们反对摩西 他们是恶人 以色列人中不肯侍奉神的人 他们是恶人 离弃神的人都在圣经里面 都让我们看见 他们是恶人 所以诗篇九章 诗篇第九篇第十七节说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人 这个外邦人 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这个外邦人原来就是人民 就是国家 所以换句话说 在神的眼目当中 凡是忘记神的人 就是恶人 那也许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我今天都已经受洗加入教会 我已经是一个 一个属主的人 我怎么 我怎么会没有平安 那难道我也是恶人吗 这个就要问你 请问我们有没有忘记神呢 我们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忘记神呢 请问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有没有祷告 当你在用禅职权 你有没有谢饭 每一个主日 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敬拜 这些都是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神 那我们每一天不会忘记祷告 不会忘记读经的 主日的时候也不会忘记来敬拜神的 我们的行事为人也不会目中无神的 今天在这末世的时候 很多口里面说他是属于主的 但是对主的爱心却渐渐冷淡 对灵修每天灵修的生活呢 可有可无 对神见证的忘记 难怪今天许多属神的儿女 他们里面没有平安 因为平安是在神那里的 是客观的 一定要我们去亲近神 才能够从神那边知识到的 所以如果我们忘记了神 就等于我们平白无辜的就抛弃了平安 经上这样告诉我们 当以色人忘记神的时候 他们的出入就不得平安 但是当他们尽心尽意来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视他们视尽平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疫情这样严峻的时刻 我们里面有平安吗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平安 可能我们忘记了神 可能我们远离了神 圣经的里面有一篇诗篇 是在这个疫情这么蔓延期间 我们一定常常会 常常会想到的一篇诗篇 那就是诗篇第91篇 你去看诗篇91篇 从第二节到第13节 我们就看到我们人生在世呢 有着人为陷阱的灾害 有可怕这个传染疾病的灾害 这些瘟疫的灾害 有不可抗拒的环境的灾害 有恐怖战争的灾害 有撒旦各样的拦阻跟攻击的灾害 请问在这里所描写的 有哪一样是我们今天没有听过 没有看过的呢 但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音下 这是诗篇91篇第一节的话 这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 至高的神是要保护你 保护我的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音下 这一节经文很清楚的说明一件事情 前半节是后半节经文的条件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音下的一个 一个必备的条件 这种全能者的保护的特权 或者说这种我们天天享受平安 睡睡平安的一个恩典 只是为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弟兄姐妹所预备的 我们必须先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才能够住在全能者的音下 至高者的隐秘处是什么 隐秘处往往就是最亲密的人 才可以到的地方 旧约所讲的隐秘处 就是圣殿里面的至圣所 我们知道在圣所和至圣所 中间隔着一个帽子 里面没有灯光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得以进入 在犹太人看起来 至圣所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 这个至圣所里面有约会和上面 和上面的一个施恩座 神对摩西说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所以至圣所就是神最亲近的地方 而最亲近神 来是德门神保护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来亲近神 是我们四季享受平安 天天享受平安 睡一睡平安的一个条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平安是从亲近神而来 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越有平安 这是当我们讲到主所示的平安 平安是在主那里 那我们需要亲近神 我们需要亲近神 紧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 我们要得着主所示的平安 我们就不要为任何事忧虑 要为所有的事来祷告 这个忧虑 什么是忧虑 忧虑其实是两个字合起来的 一个就是分裂 一个就是心意 这两个字合起来的 也就是说忧虑就是心意分裂 也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无定见 换句话说 一个忧虑的人 是在他的情绪上 精神上 灵性上分裂的人 因此有很多被忧虑所困扰的 他就是在最小的事上 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记得你不要我们不要以为忧虑就是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 不不 其实忧虑的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 忧虑其实严格说起来 就是一个罪 忧虑不但是心意分裂 他也是一种罪的 当一个 当一个弟兄姐妹忧虑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指控神的不真实 困开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 神的殿 医学证明忧虑的人 在意外事件当中 受伤 要比那些不会分心 不会忧虑的人 多很多的 在美国内战的时候 这个格兰特将军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是这样 有这么一段 他说昨天晚上 这个激烈的头痛 头痛到一个地步 视线都不明了 全身疼痛 但是当第二天早上 一个马夫飞奔而来 把那个罗伯特将军 他的投降文件带来的时候 格兰特将军他是这样说的 我一看见祥叔 我的病立刻好了 我的身体完全不但不痛了 连头痛也消失了 原来他的病是因为什么 因为忧虑成病 忧虑成病 圣经就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来去 来去面对这个忧虑呢 人生在世 其实真是充满了忧虑 忧虑啊 比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惧怕 是更严重的 因为惧怕 还可以说到说一个对象 我怕谁 我怕这个 我怕那个 他可以说出一个对象 但是忧虑呢 往往说不出来 他为什么忧虑呢 人没有的时候呢 他忧虑 但是当然有的时候呢 他一样忧虑 有的人在失去的时候呢 因为不知道 以后会如何 他忧虑 但是他得到了以后呢 又因着他不知道 能够拥有这个东西 有多久而感到忧虑 所以人经常为各种情况 各种 各种理由 理由在那里忧虑 而忘记了我们的神 是看过 那个不重 不收 也不积蓄 无骨的飞鸟 其实 多少的忧虑 是没有必要的 是我们制造的 忧虑不但没有理由的根据 而且忧虑呢 也于事无补 主耶稣不是这样说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是寿数多加一克呢 忧虑只会让我们难处 更加难以复合 忧虑好像在那个望远镜的 那个镜片上 呼了一口气一样 反而叫我们看不清楚 那个事实的真相 而且忧虑 只会令到我们的精神低沉 我们灵性 崩溃 灵性瘫痪 忧虑的害处就是 只要我们一开始忧虑 那忧虑的事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 多的像我们的头发一样 叫我们失去人生各样的乐趣 而且忧虑 最令到我们信徒 这个最大的损失 就是我们不能够 专一好好来侍奉神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主耶稣 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为生活忧虑 会使我们的眼光 从物质的世界 从环境转移 从神的身上 转移到物质的世界 转移到环境 转向钱财 多少神的儿女 便是落在这样的陷阱里面 不知道 保罗在弗里比书四章六节七节 就告诉我们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间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示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句话说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 不为任何事挂虑 但为所有事祈祷 保罗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间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告诉神 我们都知道 精神上的重担 只要有一个 倾诉的对象 压力就至少会减半 会减轻很多 何况我们所 倾诉的对象 是我们的神 是向神诉说 向神诉说我们的难处 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的一个特权 有些事情 有些话 连我们最亲近的家人 都不能够诉说 但我们可以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告诉神 感谢主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 又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 祷告正是唯一治疗挂虑的特效药 一个凡事祷告的神的儿女 正是一个没有忧愁 没有烦恼的人 没有忧愁 没有烦恼的人 我们要享受主所示的平安 除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亲近祂 让我们把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重担 谢给神 来向神祷告之外 信心还会使我们胜过恐惧 十篇五十六篇第四节那里说 我依靠神 必不惧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感谢主 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 也提到我们每一位信徒应当穿着第四件军装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保罗在这个地方形容 是形容那个罗马军人 用来保护全身的一个大盾牌 我们都晓得古时候敌军会把那个箭 那个箭头沾上一些毒液 只要让这些箭划破皮肤 就会很快的造成痛苦 造成死亡 又或者把这个箭头 滴上这个磊青 然后点燃了以后 射向这个罗马的军营 让他的火 这个着火 然后就能够消灭敌军 在所有保罗所形容的这个军装的里面 这是唯一有指定目的的一个兵器 保罗告诉我们说 信得藤牌的一个目的 就是防止二者一切的火箭 二者一切的火箭 就代表着撒旦跟他的仆役 对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种种的攻击 可能是外面的 可能是内在的等等 如果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 是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一生当中 一定会遭遇到许许多多 撒旦和他的仆役 所出来的上千的火箭来攻击的 而信心呢 信心就是保护我们 唯一在里面得着平安的方法 信心 我想我们平常的时候 常常会提到信心的 要记得信心不只是相信而已 因为怎么样 雅各苏不是告诉我们吗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所以什么是信心 信心呢是积极的操量我们 所相信的 当我们对我们所深信不已的 不是暧昧不明的 也不是不确定的 那是神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 是今天对未来的确信 信心是建立在相信神 必忠于神所有的应许上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位叫做玛拉任宴的少女 在她九岁那年呢 就被诊断出来有斯特格式症 这是一种遗传性的 在她的眼睛底部 那个黄斑萎缩的症状 导致她的眼肌肉呢退化 物体在她眼前看起来 好像空无一物 她的周围的视觉 只让她看到模糊的形状 和颜色 这个任宴这位少女呢 决定不让她的障碍 影响到她的人生 当她高中毕业以后 她就进入圣地牙各的州立大学 借着特殊的遗迹 跟许多异物的读读者的帮助呢 她得着了这个双硕士 还有参加学校的前进比赛 从1992年到1999年 在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 总共得着了五面金牌 包括了五面 其中包括了泛美运动会里面 的1500公尺的竞走 2000年和2004年 任宴获得资格进入美国奥林匹克队 成为参与奥林匹克比赛的第一位 合法的盲人 在澳洲雪梨1500公尺的项目当中 她排名第八 她是美国女子选手当中的第一名 2006年 她在2万公尺项目当中 赢得她第二个国际的冠军 任宴她学会用眼有限的那个势力 沿着跑道跑 虽然她看不见自己跑得多远 但是她学会了听其他静跑者 那个呼吸的声音来调整自己的步伐 一位记者百事不得其解 所以她特别来问任宴说 在看不见的情况之下 你是怎么样跑向终点的 任宴是这样回答的 我虽然看不见 但我知道她一定在那里 即使目的不清楚 我们依然可以拼着信心向前走 信心 信心告诉我们 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发生 信心就是把希望当成事实 这就是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所形容的 信就是所望知识的实底 是未见知识的确据 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他就这样形容这个信心 信心就是在你还没有看到全部台阶的时候 已踏出了第一步 已踏出了第一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疫情 带给我们的不平安 带给我们的忧虑 带给我们的恐惧 面临这个恐惧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圣经提醒我们 信心能够使我们胜过恐惧 我就想到 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那里所说的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们的主不但是创造我们的主 也是救赎我们的主 你知道吗 救赎主是什么意思 在路德记的里面 波阿斯是至敬的亲属 这至敬的亲属跟救赎主是同一个字 这是指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可以成为与他同为后世 成为神的儿女 可以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我们甚至是他的亲属 他会顾念我们 救赎我们 他赎回我们一切的产业 他保护我们 让我们真是知道 我的救赎主活着 长远的活着 继续的活着 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因为我们的主 从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疫情这么紧张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保障 这是多么的安全 我知道在我们里面 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听神的话 我们相信神的应许 但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可能我们也会染病 可能我们也会遭遇到不测的 不是吗 是的 有的 我可以用一个见证 我原来教会 我原来在纽约西教会 有一个姊妹 她四十多岁的时候 她的母亲过世 但是她的母亲就把她的哥哥 交托给她 原来她的哥哥呢 多年有精神上的问题 所以你有办法治理生活 她的母亲在世的时候 每天照顾着她的哥哥 可是当她到离世的时候 她看所有的人 只有她这个做妹妹的 可以照顾她的哥哥 所以就对她说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好好的照顾你的哥哥 她答应了 从那时候开始 她就立定心志 不结婚 专心照顾她的哥哥 她在教会里面是参加事办 在教会里面是参加 是团契的职员 在教会里面 也是四个敬拜团的一个团员 她是一个非常与人和睦 而且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她在纽约西 所以她那个时候 她去参加了一个 就是一个交游 一个滑雪的活动 所以她在这个滑雪的时候 不幸她的脚受了蛮严重的伤 所以当她二月三月的时候 她都请假在家里面 刚好也因为疫情缘故 就不用去上班 可是她的哥哥 还是去参加了当地的老人中心的聚会 在那一次聚会里面 在这个老人聚会里面 有好几位老人家 他们染上了这个病毒 确诊了 而她这个哥哥也染上了 可是她的哥哥身上没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她的哥哥跟她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结果这个姊妹就染了这个病毒 那天晚上 她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她就打电话给她的家庭医生 她的家庭医生就告诉她说 你赶快去检验一下 看看检测一下 看看有没有染上这个病毒 可是她在这个时候 她的脚 当她不能够开车外出 她就想到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 怎么好就打扰别人 谁敢在这个时候车她去做检测呢 所以她就想 就在房子里面忍个几天吧 大概就可以过去 经过了两天以后 这个家庭医生一直都得不着 这个姊妹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打电话找她 问她情况 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打她的手机都没有人接 于是这个家庭医生没有办法 只好赶快打电话 给这个姊妹在纽约住的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也联络不上她这个妹妹 所以马上开始从纽约呢 赶到纽约他住的地方 一进他的房门 就看见他的妹妹就 这个病死在这个家里的床上 他的哥哥就说 我只是觉得我只是知道她身体不舒服 可能在我房间里面休息 哪里会是这样的 就想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是心里面不晓得该怎么说 是的 诗篇73篇里面不是也是提到这个吗 我们原来我们原来想到的是 是这个义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的 哪里知道恶人发达 义人却受苦呢 这个73篇的作者就说到说 恶人常想平安 恶人没病没灾 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恶人常想安逸 恶人财宝加征 恶人不受苦 恶人不招债 恶人身体健康 恶人所得超过所想 可是反过来看义人呢 原来应该是义人门扶 恶人受苦嘛 可是他看到的情况 却是有着极大的反差 于是这个诗人就说 哎呀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辜 我心愤愤不平 但是这个诗人就继续在神的面前思想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实戏为难 可是当这个诗人他的思想 坐标进入神的永生的时候 他对善人恶人的结局的解读呢 开始有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诗人进入神的圣所 跨越短暂的今生 思想着善恶永恒的结局 他灵眼完全得开 原来恶人的短暂 今生的繁荣 是不值得羡慕的 因为这些恶人 他们走在滑地 掉在沉沦之中 转眼之间 曾要何等荒凉 被惊恐灭尽 神施行审判的时候 他们必被神轻看 所以当神光照这个诗人 用永恒的坐标来去衡量 来去审视今生这短暂的现象 诗人开始为自己 那个错误的认知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心里发出肺腑被刺 羡慕恶人的繁荣发达 现在看起来就像是 愚昧无知的畜生一样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我们凭着信 来到神的面前 神神的相信 神保守看过我们的时候 可是我们看周围的一个情况 跟我们所想象的 有着严重的这个差距 但是请记得 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紧接着二十六节怎么说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我们地理上的人生是短暂的 也许是这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们充满了痛苦烦恼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实 我们知道如果有永远的生命 就算我们在今世不能够辩明 我们还有来世 这永远的生命应该是我们生命最完全的答案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着最确实的确据 所以约伯说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 这样的确据 这样的指望 请问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保障呢 有没有很确实的意义和价值呢 有的 我们是不是得着非常完全的答案呢 是的 我们能够否定吗 不 我们是肯定的 我们能够消极吗 不 我们是积极的 我们可以背过吗 不 我们是乐观的 而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的信心 是积极乐观肯定的 就哪怕就是在这样的困境 这样的疫情当中 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确据 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确据 接着 当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别人 我们还需要属灵的伙伴 以佛所说那里所说的藤牌 可以克服所有的惧怕 但是今天很多的神的儿女却认为 我们可以单靠自己 举起这个盾牌呢 就可以抵挡那二者的火箭 其实不然的 罗马的盾牌 虽然是每一个士兵携带着 但是最有效使用这个盾牌的方法呢 是所有是跟其他的士兵的盾牌合并来使用 当整个军队极边排成一队向前前进的时候 他们的盾牌重叠并且交错在一起 共同来抵挡敌人的火箭 当时这种队伍叫做罗马龟甲镇或罗马方镇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信德的囤牌 是要我们把自己的囤牌 跟旁边士兵的囤牌重叠交错在一起 马可福音里面也有这样一个例子 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 就描写着主耶稣医治摊子的故事 是联合信心能力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的主在加把来的一个房子里面讲到 群众彼此紧贴着挤满了房子甚至院子 一个摊子如何能够接近耶稣 靠自己是不可能的呢 感谢主 还有这个摊子有四个相信耶稣会医治的朋友 他们把这个信心就化成了行动 排着他穿过屋顶 垂到主耶稣的面前 马可福音二章五节那里说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医治了这个摊子 神为走天路的孤独客罗亚 都还预备了全家八口 跟他一起在方舟里面同舟共计 今天我们外出旅行 一双一对总比单个来的安全 走属灵的道路更需要有属灵的伴侣同行 就算是保罗保罗在他为主殉道之前 他也盼望提摩太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 我们千万不要像旧狱里面那个罗德的妻子一样 就是他因为忍受不了走这个孤独的属天的道路 他就回首世上的道路而成为死海旁边孤独的援助 求主恩大 让我们跟我们周围有属灵的同伴 一同来面对这个疫情 来面对这个疫情 最后当我们要扭转这个疫情 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还要确信主已经圣咬世界 主已经圣咬世界 关于这一方面 在7月19号那天我们的第三堂的那个 就是我负责的第三堂我们直学的课子里面 会专门来讲这一点 那个时候我们再仔细来看 今天就让我们先从今天所面对的疫情 带给我们心里面的不平安 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恐惧 我们来看主怎么样带领我们 在这样疫情的当中 我们如何把它扭转过来 扭转过来 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得着主所赐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毫无忧郁 在我们里面也不再惧怕 让我们影响这个疫情 让我们靠着主得胜 而且得胜忧郁 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请低头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在这疫情的当中 你没有撇下我们而过 你仍然让我们有机会 和我们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一同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 从你的话语面得着恩典 得着力量 虽然这个疫情来世汹汹 虽然这个疫情是何等的汹 整个世界好像都浮在他的下面一样 但是我们靠着你 我们能够扭转 我们能够完全得到 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 当我们不再忧虑 我们不再害怕 我们继续往前走 直到见主的面 谢谢主 赞美主 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才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为这一生的时间 我们这次献上感谢 救主恩待 把你的话语 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 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在未来 这一段疫情严峻的时刻 我们走得更加的平稳 更加能够荣耀主 你自己的名 谢谢主 祷告交托感恩仰望 那是奉靠主耶稣的您求 阿们 谢谢家牧师 我们因为这是主日学 不是在 所以我们有个情况 可以有个QA 我们想这个很难得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 在主日的时候 我们是听家牧师讲到 但这是有个机会 我们有一个QA的机会 我想我们现在时间是10点35 我们想还有可能有几分钟 我想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家牧师 我们现在机会等于是正式1on1 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 一起来交谈 对 那个 江牧师你的那个video是关着 我的video关着吗? 对对你的video是关的 要stop video 那个下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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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趁机会我们可以跟姜牧师 很难得一般他讲完道,他要赶回他的阿如玛是比较远 所以他都会没有时间跟我们共聚午餐,还有跟师母就离开了 不过这机会大家可以跟姜牧师谈一谈,可以交信一下 姜牧师,你们现在在法罗马那边的话,你感觉上的情况 不知道那边是很多人在shopping吗?很多人在外面,就是在这个疫情中,在外面会走路散步吗?干嘛? 在初期的时候,那个Soloma County那边的疫情比较缓和 没有像在湾区这边这么严重 但是后来慢慢的Soloma那边也越来越多的感染 当然是因为这个检测的人数多了 当然这个感染的人数,确诊的人数也会跟随着增加 但是最近反而就是佩洛罗马那边,前一阵子还人比较多出来 现在大概都看见这个疫情,还继续往上攀升 所以现在反而在街上的人比较少了,比原来少一点 我们中心那边也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个戴口罩,保持这个距离 还有我们都连早上的早导会,我们都在各自的办公室里面进行 我们没有聚在一起,连吃饭的时间,我们都是分开 分开的时间,就是在吃饭的地方呢 都不会有面对面做的一起吃饭这种情况出现的 非常的,就是严格的遵守这些规定 请说 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一位姐妹 那她最后就是这样子过世 那会不会造成其他的弟兄姐妹心里上面的一些遗憾 如果要安慰其他的人 请问你可不可以implement on this issue 就是她,在我们人看起来她是遵守她妈妈的约定 跟她妈妈的约定,照顾她的哥哥 所以最后是这样过世,谢谢 是的,其实每一个人初初听到消息的时候都蛮震惊 也蛮难过的 因为这位姊妹在教会里面的确非常爱主 爱弟兄姐妹的,所以大家都很难过 但是最后我们,就是我问过原来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没有办法举行追思礼拜 只能够在教会里面用视讯的这种情况 这个牧师和弟兄姐妹一同在主的面前追思这位姊妹 彼此用神的话语来劝勉 的确是这样 是蛮难过的,蛮震惊的 她只有五十几岁 只有五十几岁 现在五十几岁 姜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有时间吗? 请问 首先很谢谢你 姜牧今天那个信息分享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很受提醒的 之前有一个你讲到 亚伦摩西他们站在死人活人中间 然后献香,凡祭,祷告,瘟疫就止 因为神的怜悯,就让这瘟疫止了 然后最后大卫的时候 他也是,他要take一些action 宴祭坛,献凡祭,祷告,悔改 那这个,不管是这个瘟疫 现在的疫情也好 就遇到这些瘟疫或者大的灾难的时候 作为基督徒 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 或属灵的领袖 或者是这些神所指定的这些领袖 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说 不是因为说有疫情 shelping place 然后就只是在家里祷告 而是说,比如说你刚才有 刚才那个最后讲到那个姐妹 艾卓姐妹最后因为 她也没有去麻烦别人 但是也没有人主动来问她 或者来就是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所以因为没有人送她去医院 导致她也最后也就这样子 不幸就过世了 那是不是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反思就是 作为属灵的领袖也好 就基督徒 信徒也好 是不是除了在家之外 还是应该主动的来去看看有没有 就算冒着危险 有一些是不是也是应该出去 帮助这些需要的人 是的 的确 在早期教会历史上 也多次发生过这样的瘟疫的情况 那一些牧者也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 他们也同样在神的面前 正如我刚刚一开始都提到 就是说我们平常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的第四样 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主耶稣如何在这些患难痛苦的人 百姓当中来牧养 来爱他们 所以我也提到 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这一方面没有办法多提 希望未来两次里面有没有提 就是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先圣先贤 当他们牧养的教会 那个时代发生瘟疫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站在第一线 来服侍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希望未来两次里面有机会 我们可以把这些见证一起拿来彼此勉励一下 的确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让我们能够走出去 但是也再次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 必须要有比较有好的一些属灵的伙伴 就是彼此的问安 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 这位姊妹 我就是说 其实大家也都都疏忽的这一点就是 以为各个人跟神祷告 但是彼此的代祷福祉呢 却在这个事情上曝露出来是做的不太够 所以当他在病痛当中 他不想麻烦别人 不敢麻烦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情况去主动的关怀 或者怎么样帮他打救援的电话等等 都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遗憾的地方 所以我也在提醒 其实我们都可以需要有 我们都需要有比较好的属灵的伙伴 能够一同彼此的扶持的 感谢主啊 我们讲时间关系 我们要待会有敬拜时间 那下次我想有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跟加牧师来做很好的沟通 那我们其实我想很多时候祷告开始 我们当然要有属灵伙伴 我想每一位我记得在前几次的 我们另外一个讲运也提到 我们是要很好的属灵伙伴 我们现在除了神给我们是很好的厚定 我们自己也要平常能够有参加团契 这个 fellowship 我们想这都是很好的属灵的一个机会 伙伴机会 好我们这样子 好吧 那我想因为时间关系 我请这个正阳长老代妈 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以吗 好我们一起来 OK 谢谢 下巴天父爱我们的主 我们 我们谢谢主 你拆拍你忠心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 传给我们这么一个 这么有力的一个信息 主你 借着你忠心的仆人 小牧师 真的是你亲口亲自 对我们的灵说话 主你的灵 圣灵感动我们 真的是你的信息感动我们 让我们的灵 能够再一次被挑战起来 让我们的灵 能够再一次复兴起来 恢复我们真的是 起初对我们弟兄姊妹的爱心 我们对主的爱 我们真的是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主你对我们牺牲的爱 你对我们付上的代价 我们真的是要回应你 回应你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 我们遵守你的法则 我们遵守你的旨意 我们在尽力做一个死人和睦的人 主对我们的罪 我们来对付我们的罪 求主加强我们一个敏感的心 让我们光照我们 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 这是看到我们的亏欠 我们看到我们的灵里面的不足 我们感谢主今天借着这个信息 我们再一次能够勉励我们 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心智 让我们学习仰望 学习主的样式 学习主谦卑的心 我们谢谢主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主里面前的摆上 保护我们在属平的道路上的前面的奔走 我们感谢赞美主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仇 阿们 好 谢谢姜牧师 我们下礼拜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姐妹